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 抽6萬大獎 好 剛剛看到的是澳客 我們下面就來看看澳客排行榜 趕快請教一下 心靜教授 安格斯早 如果講到澳客的話 我們這種火象星座的 應該少不了要上榜吧 對 我們這種火象星座的 像是倩林的牡羊或我的射手 都是那種話忍不住 就絕對不好就會直說的弄人 對 我其實沒有惡意 但是我話還是會講出來 對 那所以對 其實身心百戰的服務人員來說 他應付我們火象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覺得你火象 講話很直接 很迅速 很好 是 哪一些星座比較難搞呢 先來看到澳客指數 最高的星座的第三名 所以講到第三名澳客指數 是巨蟹座 怎麼會是巨蟹呢 一般來說 愛家人 比如說倩林覺得應該是巨蟹座 應該給你的印象是滿好 滿暖的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會呢 因為巨蟹是眾所皆知 它十二星座的美食家 美食家它對食物自然 是非常非常地挑剔在意的 可是巨蟹喜歡在一個舒適的環境 它覺得什麼樣的美食 就要配怎樣頂級的服務 所以除了愛美食之外 服務是不可馬虎的 它必須是對等的 否則的話巨蟹座的人 其實會非常生氣 好 那第二名澳客指數 那講到第二名的指數 它跟剛剛這個巨蟹座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兩種型的澳客 那我們講說 如果剛剛說巨蟹 是吃跟服務要很搭調才行 那接下來這個第二名 是水瓶座 水瓶座 怎麼會水瓶座 不是都是那種很溫柔 很高雅 很愛美的 當奧客很醜的 對 你知道像我們這種 即興子火象 我們看水瓶永遠都會覺得 它是非常優雅而美的 有點做作 它其實在挑剔的時候 也是一個非常優雅的挑剔家 是這樣 怎麼說呢 水瓶會挑一些小細節 不是你想到的吃貨服務 水瓶會挑一些奇怪的點 比如說 倩琳 我進了這個棚 我覺得這燈光 如果改成黃色應該比較美 聽到了 導播 就像這樣 你穿的那個衣服 如果身上再大一點 綠色不是比較跳tone 水瓶常常會表達一些奇怪的意見 如果在用餐的環境的時候 你會覺得 它怎麼講半天 也不是在講我們食物 也不是講我們的服務 而是在講一些 這個小細節奇怪的點 這就是水瓶的特色 他們專挑小細節 很優雅的 可能還有蓮花指數 你這邊可以再加強 但是我們奧客指數 第一名是什麼星座 第一名什麼星座 比剛剛兩台厲害 那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是因為它很會算錢嗎 金牛座給人的印象通常 都是滿溫暖的 可是他們很固執 當然什麼問題呢 金牛非常在意錢 它花多挑的就多 所以如果要花得少 你如果在路邊吃個麵線 金牛是不太會挑剔的 不過你要是在路邊吃了一個 80塊一碗的麵線 它就會非常挑 一邊吃一邊挑 你這個大腸沒洗乾淨 麵線太粗 不會太爛 之類的 OK 好 待會兒還會來看看 哪一些的客人最會花錢 小細你的荷包大師 謝謝小細 好 剛剛看到百貨公司周年輕 我不禁又剩下的 我會是敗家的名單上面的星座嗎 趕快請教欣欣教授 哪三個星座是最容易敗家要小心 好 第三名我們要指導的是處女座 好險沒有妳對不對 處女座為什麼呢 處女座其實是一個很愛美的星座 所以處女座其實花大錢 她突然會換這種人生體驗 怎麼講 怎麼講呢 就是處女座在人生之中 她可能會有很多項 她必須要達成的目標 她就會變成她人生之中 好像她人生日記之中的一環 一個重要的章節 比如說她一定要體驗一下機車包 或是一定要體驗一樣超跑嗎 這樣子嗎 比如說這輩子 我一定要去北極旅遊一下 類似是像處女座會 我也想了 可是必須要有時間 可是處女座可能就真的要去了 對不對 對 處女座其實平常很節省 但為了這種人生體驗 她會花出大錢 OK 好 那最有力敗家的第二名的星座呢 那第二名的星座呢 牡羊座妳有沒有發現 加大聲量 我剛剛 你就不能讓我高興一下 我剛剛才覺得我輸了一口氣 對 我好想講這一段 牡羊座有什麼特色 牡羊座 如果你有牡羊座的家人 你會發現他們用力賺錢 但是花得更痛快 那我要反過來講 我花得很痛快之後 我會更用力的去賺錢 對 花得很痛快之後 就更更更用力賺錢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有沒有 我們促進經濟的循環景氣 而且我們也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不是很棒嗎 這其實很好 這是牡羊的動力來源 因為牡羊其實是 牠賺錢的目的 不是用牠要幹嘛 不然要幹嘛 這是牡羊的生活目的 錢拿在手上 不是就要花掉 不然呢 對啊 所以如果是你家裡的 一員的時候 你要好好的控管牠一下 牠存點錢總是比較好 對不對 那誰比我們牡羊座更恐怖 敗家No.1的星座 No.1星座 雙魚座 雙魚座 像對倩玲來說 雙魚座給你的印象是什麼 很多 浪漫啊 浪漫嘛 浪漫感性 很多情緒 那所以因此雙魚座 其實牠會靠吃喝玩樂 來換取好心情 所以大家也就有點難過 或很高興 牠想到的方式 都是去用花錢的方式 那其實今天在上來之前 倩理有問到一點 那是不是所有觀眾朋友 我們要控制自己的 消費慾望的時候 該穿什麼顏色 再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秘訣 火象星座 要穿黃色的衣服 它可以克制你的消費慾望 這個裡面開著 就有講我這個禮拜 一定要鮮黃色對不對 這是一個天生 這個色彩心理學的一環 然後那種火象星座 它是獅子座 牡羊座 色友座的朋友 穿黃色可以減低你消費慾望 那對土象星座的這個 金牛座 處女摩羯 則要穿黑色的衣服 可以降低消費慾望 OK 那對風象星座 這個聰明的雙子座 水瓶座 天秤座的人 怎麼辦呢 要穿墨綠色 墨綠色 可以降低你的消費慾望 比如這種縣衫 就可能要找墨綠嘛 那水象星座最會花錢呢 天蠍巨蟹跟雙魚怎麼辦 你千萬不要穿到 屬於你們的藍色 水象星座 一定要穿白色的衣服 才可以降低消費 像今天如果你是 倩琳 如果你是雙魚座 太好了 穿這一身 你保證出去不會花錢 就是說我今天 如果穿白衣服 如果是水象星座 我出去逛街會空手而歸 這樣子的衣服就是這樣 全身白 連戴的東西都是白的 白到尾了 空手而歸沒有花錢 說不定我還中一個獎回來 太棒了 好 謝謝熙熙教授 祝你有個愉快的週末假期